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量要控制在700克以内 作为一家之前只生产7寸以下屏幕 迷你笔记本的电脑厂商 对超级本的理解可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 不过这都非常符合我对迷你笔记本电脑的要求 8.9英寸的超级本还没有厂商推出过 正式上市后肯定要买一台 在这之前 我有幸拿到了一台内测机 可以提前感受一下这个新品类电脑产品的使用体验 到底如何 我手中这台是英特尔M3 8100Y处理器的版本 16G LPDDR3双通道内存 512G的硬盘 这一套硬件组合 可以说是采用M3 8100Y处理器电脑的最高配置了 在鲁达识跑分中 可以达到10.5万份 比采用了M3 7Y30处理器的GPD-Win2涨上电脑 高了3万多份 这两款电脑的处理器跑分非常接近 主要在内存和硬盘上拉开了差距 PRMAX的双通道内存 显然要比Win2的单通道内存性能更强 硬盘性能的差距就更大了 鲁达识跑分在这一项上就差了2万多份 具体到读写速度上 PRMAX硬盘的读取速度达到了1.6G每秒 写入速度达到了1.4G每秒 NVME固态硬盘的读写性能优势是压倒性的 在其他的硬件配置上 屏幕是来自JDI的8.9英寸全贴合触控屏幕 支持10点触控 分辨率为2560x1600 80.9%的屏占比 16比是长宽比 显示效果非常不错 屏幕下方转轴上还提供了一个隐藏设计的摄像头 在键盘布局上 GPD-PRMAX进行了重新设计 在双手输入时也不会有局促感 完全可以双手的盲操 键盘下方是一块触摸板 方便进行鼠标的控制 鼠标左右键均支持 妥妥的可以作为生产力工具了 右上角是电源键 同时也集成了指纹识别模块 在系统的安全性上有了一定的保证 接口上 左侧提供了一个USB3.0接口 一个耳机孔 一个Mac风孔 右侧分别是一个USB3.0接口 一个USB Type-C接口 一个Macro HDMI接口 接口可以满足基本要求了 底部主要的设计是一个进风口和四个脚垫 这风口隐藏在转轴位置 不过这四个脚垫的位置过于居中 在使用过程中 比基本的机身就比较容易发生翻车的现象 此外 PR Max提供了一个9200mAh的大容量锂电池 根据官方数据 可以连续播放8个小时的本地1080p视频 标配的24W充电头 支持PD2.0快充 在重量上 GPD PR Max的官方数据为680g 对于经常出摘的朋友来说 绝对是神器了 最后说一些价格吧 我这台高配版本 16G双通道内存 加512G NVMe SSD 加英特尔M3 8100Y处理器 余售价格是4899元 正式零售价是5290g元 余售时间目前还没有公布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在之后的视频中 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这款笔记本电脑的使用体验 尤其是游戏方面的体验 如果你对GPD PR Max 还有什么其他想要了解的 请在视频下留言评论 我会一一回复解答 同时也欢迎关注我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视频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